我們來討論這個配方法解一圓二次方程式 現在有一個一圓二次方程式,標準式 我一定能夠寫成這個,配方配成這個 然後就可以這樣得出一個解 那這樣子的話,我們怎麼配方 我們是這樣配方的 我就是說,這兩個把它給合在一起 A S 平方加上 A 分之 B X 然後我把這個 C 拿過去,變成戶 C 然後就把 A 除過來 A 除過來以後,我現在對這裡的配方 怎麼配方?我這樣配 A 就 S 平方 加上 2X 再乘以 2A 分之 B 因為我要抽出一個 2X 來 就是說,我要用 A 平方加 B 平方加 2A B 來配方 這個就是中間這一項 配成這個樣子 所以要加上 2A 分之 B 平方 所以要加一個什麼呢? 加一個就是 2A 分之 B 整個平方 這個就可以完全平了 好,那我們知道說 這個是等於多少呢? 這個是等 A 這樣除過來的 A 分之 B 那這一項我是多加進去的 就是除過來以後,左邊多加這一項 所以右邊也要多加這一項 這樣等號才會乘以 這個就變成 2A 分之 B 的平方 這樣子 這個好像弄錯了 A 除過來是 A 分之 B 的平方 好,那這樣子的話 這個就可以完全平了 好,完全平了就是 A 加上 2A 分之 B 的平方 那會等於多少呢? 會等於那個 2A 分之 B 的平方 那減掉 A 分之 C 這個就是我們所謂的 P 這個就是我們所謂的 P 這個就是我們所謂的 Q 所以我就得到這種形式 X 加 P 的平方 P 就是這個 等於多少 Q Q 就是這個 那這樣我兩邊都可以開放 開放就變成 X 加 P 開放以後就等於多少 正負年 更好 Q 當然這個東西一定要大於年等於 這樣才有解 如果這個小的年的話就沒有解 因為這個一定 如果這是時數的話 但是它一定是大於等於0 所以這項它一定要大於等於0 才會有解 好,那這樣的話呢 那這樣我就可以得到兩個根 就是互 P 加減 更好 Q 那這種方法 我們就做 P 方法 好,那現在我們來舉一些例子 我們先看這個立體一 我們看這個立體一 立體一的話呢 它是說 這個第一小體 第一小體是 就是 X 減 2 的這個平方 減 3 等於0 這個已經配好了 你就把 3 移過來 就 X 減 2 的平方 等於 3 然後呢,兩邊給它開圈 就 X 減 2 等於正負 更好 3 所以你就得到 X 等於多少呢 2 加減 更好 3 好,那這樣我們看這個第二小體 第二小體的話呢 是說 3 的X 減 1 的平方 減 7 等於 1 那這樣的話 我把 7 移過來 就 3 的X 減 1 整個平方等於 8 然後兩邊給它開圈 就 3 的X 減 1 等於多少呢 正負 多少 更好 8 正負 更好 8 是正負 2 更好 2 所以我就曉得 X 是等於多少呢 我把 1 先拿過來 1 加減 2 更好 2 然後再把 3 除過來 1 加減 1 加減 2 更好 2 再我們看看這個立體 2 這是立體 1 我們來看這個立體 2 立體 2 的話 1 小體 1 小體 1 小體的話是 S 平方 減 4x 減 1 等於 0 這什麼配方呢 我們這兩項也來配方 這項 1 過去 這就是 X 減 2x 乘以 2 再加 2 的平方 等於 1 這裡多加一個 4 所以這裡要加一個 4 那就可以平方 這完全平方 就是 X 減 2 的平方 等於多少呢 等於那個 5 兩邊開 更好 X 減 2 等於多少 正負 更好 所以我就曉得 X 等於多少 2 加減 更好 好 那再來我們看看第二小體 好 這是第一小體 我們看第二小體 第二小體的話 是說這個 2s 平方 加 3x 減 1 等於 0 好 那這樣呢 怎麼配方 我前面的這兩個 這 2s 平方 加 3 多少呢 2分之 3 的個數 那 2 分之 3 的個數 那 2 分之 3 的個數 我為了要配方的話 我要加一個什麼呢 加一個 4 分之 3 4 分之 3 的平方 因為這個 這個 這個 平方 加這個 就是說 2ab 2乘以 x 乘以 4 分之 3 剛好就中間這一下 那會等於多少呢 我把 1 移過去 移過去 那我現在呢 這裡多加了這一下 這個乘以這個是第一下 這個乘以這個是第一下 這個乘以這個是第二下 那 1 的話是移過去的 那我現在多加這一下 我左邊多加這一下 所以右邊要把這個 同時也要加這一下 加多少 前面有個 2 2 乘以 4 分之 3 的平方 那這樣這個等於多少 這個就等於那個 16 分之 3 這 16 分之 16 這樣多少 這是 3 3 得 9 9 2 乘以 8 那所以多少呢 這個得 這個是等於 34 34 34 所以這個是 8分之17 然後我再把 2 出過來 這個可以配方 所以就得到什麼呢 X 加上 4 分之 3 的平方 然後把 2 的Y 出過去 變成 16 分之 17 然後呢 兩邊給它開更好 兩邊開更好 就是 X 加 4 分之 3 等於正乎 4 分之更好 17 那這樣 X 就算出來 等於多少呢 乎 4 分之 3 加 減 4 分之更好 17 這個就是答案 好 再來我們看看 這個第三小題 第三小題的話 是說這個 S 平方 減掉 2 X 再減掉多啥呢 399 等於 0 好 前面這兩個可以完全平方 這個 S 平方 減 2 X 加 1 的平方 等於多少 399 這個也要加 1 我把 3加 9 1 過去 3加 9 1 過去 3加 9 1 過去 是這兩個項 然後左邊加 1 右邊也要加 1 這個剛好是等於 400 然後這個可以完全平方 X 減 1 的平方 等於 400 然後兩邊給它開平方 X 減 1 就等於多少呢 這個給它開平方 就正乎 20 20的平方是 400 正乎 20 的平方是 400 你兩邊給它平方 以後就回到這個 那這樣的話 X 就等於多少呢 就等於那個 1 加 20 是 21 1 減 20 1 把移過來 1 把移過來 就是 1 加 減 20 1 加 20 是 21 1 減 20 是 負 19 所以它有兩個解 一個是 21 一個是 負 19